磁磚工廠悶燒不斷冒出黑煙 二樓還能看見火光 消防隊員破窗 灑水滅火 因為這裡沒有台爐 擺台爐 台爐的東西很丟 還沒燙 都流汁是不痛的 位於台中市烏日區環中路 這家磁磚工廠 清晨六點多突然起火 消防局出動人車灌救 到場的時候發現是二樓的部分 有農煙串出 破門之後一樓也是有火煙串出的情形 火勢迅速控制 索性沒有人員傷亡 財產損失與起火原因 有待進一步調查 同樣是火災現場 南投惠森林場13號發生的山林大火 火勢也已經獲得控制 受火災影響 15 16號兩天休園 呼籲遊客特別注意 大愛情文中部綜合報導